自从西元1800年左右 意大利人福特发明了电池后 电池就成为当代便利生活不可或缺的物品 不过你知道吗 干电池中由于含有千辛格拱等重金属 因此一旦被任意丢弃 就可能会对环境造成永久的破坏 所以如何寻找对环境无害的有机电池 变成了当下重要的课题 神奇的是 在近来流传的网络影片中 居然出现有人把大量的柠檬和柳丁串接在一起 连接上手提音响和小型机器人之后 就让他们充满便利 可以开始播放音乐 甚至开始跳舞 这难道就是科学家们寻觅已久的有机电池吗 此外 关于天然物质蕴含电力的传言似乎还不止一则 据文在台湾早已有学者发现 不管是树叶还是路边的杂草 只要是含有叶绿素的植物 其实都具备发电的能力 而且这种用植物制造出来的电池 它的电力可是足以让一盏脚踏车的投射灯 24小时不间断地持续照明9天以上 不得了啦 不得了啦 如果蔬菜水果甚至是路边的杂草都可以用来发电的话 那钢电池污染环境的问题 岂不是迎刃而解了吗 为了拯救人类的未来 小兵和蔓蔓赶快替我们把问题弄清楚呗 收到 好的 不过呢在破解了人之前 我们要先搜集一下同学的意见 没错 同学们 你们什么学校啦 太早十一 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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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同学挺厉害的 魔术方块那么厉害 那我也来一下 慢慢救人啦 收拼 他又把人家东西用坏了 不过我们今天跟魔术方块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是跟这个有关 食物 据说食物可以不用燃烧 也不用发酵 就可以发电 然后让电器顺利运作 这是真的还假的 哪里有这种事 蔓蔓 你意思是说 我只要把这个插头 插到苹果里面 电风扇就会转动吗 大留言 我不相信 我插 真的假的 电风扇在动 很厉害 对 怎么底下有声音 不好意思 同学 好得不学学坏的 散动了 来自我 蔓蔓 你怎么会这样耍我 没有 我就开个玩笑 就是要考考大家 究竟食物可不可以发电 而且要用什么方式发电呢 要考考大家的智慧如鸣 听起来这只留言挺困难的 赶快来听听看 同学们有什么看法吧 一 二 三 四 因为在服务的时候 我没有做过实验 然后在老师的讲解之下 他老师说就是酸的东西 因为它有电子的质 它可以发电 所以我觉得酸的水果 应该可以发电 因为食物里面还有液体 还有电子质 然后再结上两个不同的金属片 然后可以产生电话材 所以这样 因为食物能带给人的泡 所以当然它也会有电力 就像iPad上的苹果嘛 不然iPad要怎么运作 食物可以发电吗 我也不相信 咱来听听看同学怎么说吧 因为食物不可以发电啊 如果可以发电的话 大家就不用缴电费啦 这样以后出远门 大家就不用带电池 只要带这两颗就好了啊 而且还可以拿来吃耶 电流顶多就是电子在动嘛 食物里面就只有养分啊 怎么会有电子呢 要有电的话呢 你就要把电线插入插座 这样才会产生电力 然后食物就拿来吃的嘛 怎么会跟这个有关呢 我觉得可能 小部分的水果可以发电嘛 可能我觉得 学家多数的食物都不可以啊 像我就没有提过 办例可以发电啊 如果这样可以发电 吃饭不是都被电到了吗 中民高中的七十五名同学中 竟然有高达七十亿人相信 食物确实可以不经过任何处理 就能直接发电 而不相信食物可以直接发电的 则只有少少的四名同学 究竟真相是什么 那同学们别急别急 先吃个水果降降火器 至于困难的破解任务 就交给小病和慢慢呗 下纱早殿 下纱早鱼